今天很感謝Vily上來she.com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知道你對兩性關係、男女之間的事都很熟悉 因為今天你上來接受我們訪問的緣故 我們都首先問了一些網友有什麼問題想問你 有位網友就說其實她自己是一個第三者 對方就已經結婚了 或者有時我們都接到很多網友的案例 她是第三者,對方是一個很長期的女朋友 但是那個男方又跟她說 我很喜歡你,愛你,我會和她分開,和你一起 她怎麼知道她最後會不會勝出這個戰局呢 還是其實她應該等到她什麼階段就應該要離場呢 那我第一點就是想看 我覺得全香港女人不應該跟任何結婚男人在一起 你只會搞到很多問題在這裡 雖然問你這個問題,自己都感覺到 其實自己都不知道應該怎樣算好 我知道很多女人想找一些高質素的男人 但是如果已經結婚的話 其實你打算搶的話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大部分,十個出來滾的男人 九個是不會為了另一個女人去離開她的老婆 因為她只是出來打算玩 當然這個男人可能會覺得男人很喜歡她 她會告訴我她很喜歡我,很疼我,很愛我 但是這個其實是一個男人本身的手段 出去玩的話,那個男人初初感覺到 那個女人對她有興趣之後 很多時候她會告訴女人她是跌了分的 原因是第一,讓女人感覺到她不是在騙女人 第二,讓女人感覺到她做的不是錯誤 因為那個男人很多次會說 其實我坦白告訴你,我不想騙你 我已經結了分 還有我跟我老婆的關係很有問題 所以我也有考慮離婚的 所以她說這些說話,令女人覺得她沒有做錯 因為那個男人本身都在考慮跟老婆離婚 第三,就是給女人一個希望 因為她趕快離開她老婆 她趕快會和我在一起 但其實這是一個手段來 去騙女人給她一個希望 然後可以拖下去和她在一起 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很多女人被男人騙了很多年 我甚至知道有個女人被男人騙了十四年 因為她每次問男人你何時離婚 那個男人就會說 現在還沒得因為我小朋友正在讀小學 我的生意暫時有些很重要的發生著 然後那些小朋友開始讀中學時 又向後推說她正在讀中學 要考試會考,不可以離婚 所以那個女人要面對的現實就是 那個男人其實只是打算玩 不是認真地跟她在一起 如果那個女人真的想知道 我何時應該離場 或者那個男人是否真心喜歡我 其實很簡單 你告訴她 你明天就要和老婆離婚 如果那個男人真的喜歡你的話 他真的會去做 如果那個男人只是打算還 他會經常找個藉口去向後推 你會不會找到那樣 你給我一次看 那我以為都會想到 如果那個男人 你應該會想到這個男人 那我看